泰国国会大选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有43个政党提名总共63名总理候选人 包括了现任泰国总理巴育 前总理他信的女儿贝东丹 以及前进党代表皮塔等人 都是备受瞩目的人选 亲军方政党有上议院投票的优势 而反对党则是获得了更高的选民呼声 这场被誉为20年来泰国最艰难预测的大选 其背后的选举机制如何运作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多家泰国研究机构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 在本届大选中反对党候选人的支持率领先 目前占据优势位置的是 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小女儿 来自威泰党现年36岁的贝东丹 她凭借自身魅力与父亲他信的影响力 在民众支持率上一路领先 其所在政党威泰党承诺 如果赢得大选将把最低工资提高七成 并将经济增长率提升至年均5%的水平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反对党候选人 是前进党党魁现年42岁的皮塔 长相帅气 拥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双数式光环 吸引了大批年轻支持者 其支持率在最新民调中 首次超过强劲竞争对手被动单 成为选民心中最热门总理人选 皮塔主张将经济活动扩展到首都曼谷以外的地区 结束商业垄断 减少武装部队在政治中的影响 至于军方出身 今届大选改由泰国人团结建国党提名的 69岁现任总理巴玉的支持率 目前排在被动单和皮塔之后 巴玉曾表示 希望通过保障人民福祉和国家稳定 以及保护君主制的承诺来赢得更多支持 此外关注度较高的还有自豪泰党党魁 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 以及执政人民国家力量党党魁副总理巴玉 宪法规定泰国国会实行上下两院制 泰国下议院设有500个议席 由此次民选产生 而上议院的250名议员在2019年 就由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选出 任期五年 明年任满 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 共有43个政党在4月7号之前提名了63名候选人参选总理 他们要取得最终的参选资格需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其所在政党要取得下议院总席位 至少达到5%及25个席位 同时候选人本身需获得至少10%下议院成员 及50名议员的支持 在新一届国会成立后 国会上下两院共750名议员 将对符合条件的总理候选人共同投票 在获得超半数及376票同意 才能当选总理 有分析认为反对党目前在民调上占尽优势 但最终泰国政坛能否实现搭换血 还有待观察 在现行机制下 现任总理巴育和副总理巴维 在上议院获得的支持度领先在野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席监制下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